好我们马上来关心到的就是 新北市土城这一栋的七层楼明宅 在今天凌晨三点多发生了火警 那消防稍早是将受困的三人救出 其中一人死亡 两人命危之后呢是宣告不治 更进一步的资讯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雨珊 好了主播各位观众 带你一起来关心土城这栋明宅 在凌晨发生的火警 当时呢是发生在凌晨的三点多 从明宅的四楼开始起火 一路的延烧到了顶楼加盖的七楼 而当时呢在屋内 总共有一家五口都受困 总共是爸爸妈妈以及姐姐跟弟弟 还有姐姐的男友 最开始呢这个爸爸跟姐姐 已经成功的脱困出来 但是呢妈妈跟弟弟后来消防 把火势扑灭之后进去里头搜救 发现说这个妈妈跟弟弟 他们已经失去呼吸信票 将他们送一抢救 但是呢在稍早的时候经过抢救 还是宣告不治 而姐姐的男友呢 则是在火场的时候被发现时 已经明显的死亡 没有送一 而现在呢可以看到这个建设小组 也已经到了现场 要来勘查这个起火原因 初步了解呢 疑似是因为在四楼的地方 有一个原意用的充电离电池 自然起火导致 但是现在详细起火原因为何 都还有待厘清 以上最新主播